苗栗县县长候选人中东景获得大多数苗栗乡亲的支持 已经正式登机参选 但国民党竟加以处分 明显已经和地方的民意背道而驰 我们已经委托律师将近期内前往苗栗地方法院提出 确认中东景之中国国民党员的资格存在之诉讼 并将到苗栗县地检署按铃控告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先生 涉嫌意图使人不当选及毁谤罪嫌之刑事的告诉 因为中东景加入国民党已经长达20多年 期间付出无怨无悔 但只因为黄建廷先生恶意的抹黑 把莫须有的罪名加注到议长的身上 导致国民党县长的提名过程乱象重生 如今议长又被无礼的对待 唯有竖请施法还他一个公道 不过中议长也表示 尽管国民党的处分 他仍然为蓝营的小兵 持续为苗栗来打拼 与苗栗相亲一起团结打赢这一仗 未经许总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